传说 上古世纪 灵史尊者率领灵界大军突破结界 企图攻占地界 而地界的五大窦文卫 为了保护人类与灵史尊者大战 危急时刻 窦文卫召唤出了上古神器 玄黄之剑 玄黄一出 五煞将出 最后 窦文卫寄出体内的棍原窦文 脆化了玄黄剑 才将灵史尊者封印 从此 世界回归平静 窦文卫也成了都市传说 然而平静只是风暴前的蛰伏 一约 三辈子 四辈子 三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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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辈子 三辈子 三辈子 莫名其妙 又是梦见被追杀 就不能有点高大上的梦吗 比如应聘成功 彩票中奖之类的 张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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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已经廁了三个月了 还不快出来江湖了 至于吗 每天比闹钟还准时 你这个臭胆子 别跟我装了 开门 小曼 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 我现在过来找你 开门 你要过来啊 我这儿 不方便 没有没有没有 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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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看样子 最后顺着下水管道 爬下去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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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居然没上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知道你要来 一激动 直接从上面跳下来迎接你 惊喜不惊喜 那谁叫啥呢 这样 被我抓住了吗 快 快 当然快了 没看见我女朋友来了 肯定要快了 少来 你个穷小子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 多少钱 三千 不就是欠你俩月房租吗 我这么英俊潇洒 日树临风 又有女朋友的有志青年 还会赖账呢 只欠三个月 秋蔓 怎么这么久 快上车 今天是你第一次独立带队 可不要让我失望 老司机啊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居然当着我的面 让我的女朋友上你的车 我女朋友这么死心塌地地爱着我 怎么会上你的车啊 给 我还有重要任务 真是三千 就先走了 好吧 有事你忙 小半 记得想我 想我哟 想不到你想的 还有个这么有钱的女朋友啊 狗眼看人低 我和我女朋友可是大学里的真爱 怎么可能用钱来衡量呢 对了 来师想和你说一声 现在我们差距太大 还是分手吧 听见没 我女朋友要和我分手呢 是什么 什么 分 分手 等等 张山峰 这个手链不适合我 还给你 等等 什么陈真的爱情 都是狗屁 我可记得 张山峰可是个道士啊 小曼 这次由你去墓学现场指挥 我还要去总部 面见董事长 是 就这样要钱输了吗 在最终入围的两位里面 我们觉得你更有考古天赋 恭喜你啊 是吗 谢谢 谢谢 原来我的竞争对手是小曼 那什么 忽然我又不想考古了 再见 再见啊 你 小曼 生日快乐 对不起 我今天来不了了 小曼 我给你买了好多礼物呢 喂 喂 小曼 公司给我安排了高级公寓 你帮我租的那个房子 你自己搬过去住吧 哦 我先忙了 不和你说了 老公 晚上咱们去吃鸭吧 去吃鸡 天河叫花鸡 都是要饭的呀 有一句女士 皮肤还挺好的 好冷 好冷 发现了什么 是一句女士 女士 还有别的什么吗 比如 玉佩之类的 没有 只有一句没有腐烂的女士 好吧 先把女士带回来 好 走走走 第一次碰见买彩票还赦账呢 真是 挂了那么久 居然一张都没撞 真是活见过呀 十万 中了中了 我有钱了 我有钱了 干什么呀 小伯 给用钱了 哥用钱了 我的彩票 我的彩票 彩票 彩票 你走了不长眼睛 找死吧你 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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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哥们儿 闻得香水 味儿没有 哪有 小女儿想疯了吧 胖子 你 给我来 趴 你往而踹 给我来 把你口气头 快 好嘞好嘞 胖子我的好了没有 马上马上 再给我一丢丢时间 马上就好 哥有钱了 哥有钱了 走 走 彩票 不是彩票 回来不要命了 彩票 这是哪里 我到底被困在寒鱼关中多久了 我靠 打湿了 站住 不许动 糟糕 体内动魂还没苏醒 无法发动 别动啊 再动喊枪了啊 不能被他们抓住 站住 你们谁开的车啊 开我彩票 站住 再跑就开枪了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什么 不但毁了我的彩票 几个大老爷们儿居然还欺负一个女的 站住 都给你开枪了 放开那个妖女 你别儿去 手链 抓人 抓人 糟了 我得尽快换醒体内斗魂 喂 你踩到我女朋友的手链了 道歉 我看你是要死 道歉 放手 道歉 这小子是不想活了 信不信我打死你 你 他居然是都不为后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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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乾坤 具有通灵术的的魂位 这是用上天的节奏啊 啊 快闪开 快开枪 怪物 快快 prepare 들어 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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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打嘴 噔 噔 炸 今天就陪你们好好玩吧 噔 噔 噔 你大爷我在这呢 噔 救你欺负女人 这是屌丝逆袭了呀 火箭鬼什么情况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翅膀拿去了 我说 你是古代人穿越到了现代吗 不可能 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不是梦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公子 这不是做梦 这是真的 你是说 我刚才那些异常能力都是真的 是真的 那 刚才的那个吻 是 什么情况 刚才 刚才的吻 使得公子体内的痘魂被激发 意外吸收了蟑螂的能力 痘 痘魂 蟑螂 什么意思 小金 谁 谁 没人知道我是谁 为什么 因为知道他是谁的人都已经死了 因为知道他是谁的人都已经死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谁呀 我就是 明镇江湖的张狼侠 张 山 疯 哎呀 公子 张三风 小子 武侠小说看多了吧你 懒得跟你瞎耽误公子 等等 公子高兴 老大可是吩咐过了 这次要抓活的 让我先将这小子电晕再说 别逼我 小帅哥发火了呀 人家好怕胖啊 贼使用斗魂才行 可怎么能激发斗魂呢 有吗 公子 现在只有我体内的魂元斗魂 能对死他们了 哎哟喂 死到临头还想占便宜 斗魂妹 出击 你是来搞笑的吗 与他个白痴 小子 你脑子进水了吧 不科学啊 怎么没笑过了 怎么可能 塔德文 居然能让我的斗魂战力 瞬间恢复了三成 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霹雳沙 公子 小心 明月冰封剑 封 此地不宜久留 公子 快撤 我去 咱们碰上硬茬了 这娘们体邪乎的 哎呦别备唤 追 想不到第一次带队执行任务 就搞砸了 就这么回去 灵哥肯定会看不起我的 刚才灵哥在电话里说 董事长很生气 怎么办 明明还给他了呀 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好端端的会出车祸呢 这里怎么会有手枪 女士居然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慢点 慢点 我去 遇见飞行 木下最高境界呀 你 你到底什么来头 公子以后自然会知道的 公子 找尾了 麻烦慢点行吗 我恐高 而且有点晕车 不 是晕剑 公子下来吧 好累啊 公子 你快来看啊 这个地方真的很累 你没事吧 没事了 昨天的方便便差点都吐出来了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呢 我叫上官明月 我的族人 为了让我免受 灵世尊者的追杀 将我封藏在寒玉关中 以求留虾斗魂火种 将来好为族人复仇 不想 今日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那么 这些追杀我们的人 又到底是谁呢 你想知道 那看着我 你干嘛 你可不能这样勾引我 我还是个春秋处男哪 你我都是上古时期 斗魂魏的后人 上古斗魂魏 合力将企图毁灭人命的 王氏尊者封印 被封印后的灵世尊者 为了卷土重来 利用他的残余灵力 开始组织地界的小娃 到处猎斗魂魂魂 而且这不是灵组织 从古到尽 一直存在 公子 公子 你怎么吓成这样啊 我看到了经常在梦里 吹杀我的人 好可怕 公子放心 我不会让人伤害你的 你怎么保证啊 都说夫妻本是铜链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更何况我们啥也不是 公子 难道你忘记了 忘记了你吻过人家了吗 是 是吻过 可是 那是巧合 纯属巧合啊 公子 我们是鸳鸯斗魂 有我上官明月在的一天 就保护公子一天 我饿了可去 居然莫名的有点小感动 听他这么说来 我与他之间似乎有千丝万为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子 咱们现在去哪儿 对了 前面就是我住的公寓楼了 去那儿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 往右往右 对 就是前面的斗楼 什么情况 糟糕 斗魂高苏醒 玉剑术还不稳定 不稳定 什么意思 说我能保护我的 有你这么当保镖的吗 这幸亏是掉在一堆废纸箱上面 真是的 我发型都被你弄乱了 白天刚分手 晚上就带新的来 牛逼呀 还玩橘色扮演呢 请进 这房间本来是租给我女朋友的 后来 就我一个人住 乱了点 乱了点 公子 这里可以沐浴吗 哎呀 你不要老是公子公子的 我一听还以为发工资了呢 我叫张山峰 张山峰 好熟悉的名字 当然熟悉了 张山峰 太极宗师啊 可惜我和他差了俩字 好的 那张公子 我想沐浴了 好嘛 又成长公子了 好吧好吧 爱叫什么叫什么 对了 玉剑在这 我去 莫名有点小激动啊 身材不错 我去 心跳压缩了 不不不 不能对不起小曼 最近 全世界发生多起凶杀案 死者手臂都有奇怪纹身 专家推测 这些凶杀案 可能跟邪教族 他们真的在追杀 斗文侯义 多亏了上官明月 不然今天上电视的 可能就是我了 请大家再来关注 另外一条消息 近几年 红月现象越来越频繁 而且出现时间 没有任何规律 专家正在研究 产生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 目前 红月现象 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还是一道不错的风景哦 红月 什么鬼 张公子 这水在哪 也是 古代可没有热水器 你把水龙头打开 啊 水龙头在哪啊 呃 嗯 呃 你穿上衣服 我进来帮你开 穿好了 我去 我这是要走桃花院了吗 幸亏我把势蹲住 张公子 怎么了 鼻子怎么流血了 我帮你擦擦 嘿嘿嘿 呃 别别别别 呃 呃 别过来 这谁受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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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市好陌生啊 啊 啊 前面 不就是张山峰租书的公寓楼房吗 老公 去帮我买手链 先去吃点东西 人家要吗 我怎么 不知不觉走到他家楼下了 老公 说好了要带人家去谈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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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衣服是我送给小曼的生日礼物啊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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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是你先去我的 我只是配合 啊 怎么还来呢 不要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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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 你穿吧 反正这礼物也送不出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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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对对对 我可以吸收异能 什么东西厉害点呢 哥们儿 给他来个大黄蜂 决战小妖女吧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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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 酷啊 莫非我变成了传说中的抽纸侠了 来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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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来呀 好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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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完没完啊 糟糕 忘记了 能力有时间限制的 你冷静点啊 完了完了 九小天 我已将万劫灵力传授于你 对付那几个斗魂 刚刚苏醒的小猫还绰绰有余 不过记住 斩草要除根 是 救命啊 救命啊 完了完了 救命啊 别过来 救命啊 是石困里的女士 小曼 你怎么来了 快走 有你 住手 小曼 别管我 快跑啊 快住手 我 我开枪了 可恶 可恶 让她给跑了 好险啊 她好奇怪啊 她是我们发现的史前神秘物种 那妖女差点杀了你 小曼 你怎么会有枪啊 是捡来的 你怎么把这个妖女带回家来了 没想到你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啊 你手机呢 给 给 林哥 我是小曼 小曼 找到女妖了没有 女妖逃了 我在现场 是在我男朋友 前男友家 你带他的总部来 这么快就前男友了 好 我马上带他回总部 跟我走吧 我们老板想见你 不见 那算了 等一下那个妖女回来 吸个你的血 不要啊 等等 上班 上班 等等我 遇见术 是的 老板 那娘们可邪乎了 我们 这就不奇怪了 如果让他恢复功力 再加上那小子的海纳乾坤 你们俩 早就灰飞烟灭了 老板 您未免太抬举他们了吧 你们看 林博士的研究资料显示 这是最有潜力的一对斗魂威 一对 在众多斗魂里 有一种斗魂 可以互相感知 互相通灵 在斗魂初级的时候 和其他斗魂一样 但是发展到后期 他们在战斗的时候 可以互相加成 加 加成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记载中 将其称之为鸳鸯斗魂 那人家就给他来个棒打鸳鸯 先别动 这堆鸳鸯斗魂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实现我们的计划 我要用它来引出另一只鸳鸯 你们下去吧 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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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秦天集团到底是干嘛的 老板 老板 人到了 老板 老板好 老板好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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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峰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 才是我的老板 求孝天 呃 这只是老板的丑物 哦 哈哈 你可以叫他 默默大 老板的兴趣 就是给他摆造型 对不起 我以为 戴金项链抽取家的 就是大老板呢 这位是 张山峰先生 小曼的同学 哈哈 年轻人思维角度就是跟常人不同 你果然没看错人 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抓住妖女 我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 说不定 这是我跟小曼 重归于好的最后机会 可是 这个可恶的小白脸 瞧他那多小 可是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不差点被他害了吗 得尽快抓住他 免得他再去害更多的人 当然 我向来很注重人才的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如果给我跟这个人一样的职位 我现在立马就加入公司 没问题 他是研发部经理 那以后你就是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了 是 谢谢老板 小曼 我张山峰的时运到了 小白脸 想抢我女朋友 走着瞧 恭喜你今天正式入职 这车你先开着 以后给你换新的 可惜我不会开车 小曼 从今天开始 你当他的专职司机 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是 老板 小子 等帮我抓住了上官明月 我会让你 一定是有灵世的余念 在破坏这个世界的平衡 我感觉自己的斗魂 被这里诡异的力气给污染了 红月一出现 就控制不了自己进入蜂魔状态 张公子 你在哪儿呢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这句话也太奇葩了吧 居然是假扮情侣 神官明月 你慢点出现啊 这真能引出那个妖女 根据我对斗魂魏的研究 这女人把第一个吻给了张山峰 就认定了张山峰是她的人 哦 所以这次让小曼跟张山峰假扮情侣 肯定能把她引出来 没错 注意隐蔽 她应该就在附近了 是是是是 小曼 小曼 你快做点亲密动作 引她现身 啊 和她 又 怎么了 我亲密不起来 这是命令 是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抓到妖女 喂 过来点 还来真的 继续 喂 慢点 可是 没有可是 只是任务 我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你居然还赌 哎呀 我不是 你还不愿意 我 放开张公子 放开我 你这个妖女 她是我的相公 谁也不能碰她 上官明月 不要伤害她 公子 你 还愣着干什么 快 放开小曼 现在的年轻人哪 三角裂 要不得 你 你这个妖女 那天晚上 差点死在你手里 公子 我 妖女 你逃不掉了 公子 没想到 你也会来害我 我 我 我什么我 快走 你等着跟这妖女 一起死吗 快撤 公子 奉剑 连我也攻击 还带电的 小心 别伤到小曼 是 小曼 快离开现场 可是 你 快去把小曼 给我带回来 是 快住手啊 我和小曼 还在这里呢 他们连老人都不放过 公子 你还不明白吗 小曼 快离开现场 可恶 你们快住手啊 小曼 小曼 公子 别乱跑 谢谢 还有狼奶奶 他们会死的 公子 小心 公子 上官 茗玥 茗玥 打中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这群打碎 来啊 狗狗的 就冲我来啊 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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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没人心的砸碎 给我今天 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大爷的 成公子 小心点 嗯 你这个该死的尖嘴猴 早就知道你 裴什么好东西 小曼 你怎么又回来了 小曼 小心 啊 明月 明月 公子 快走 还愣你干什么 干掉他们 啊 他跑了 追 真是群没用的东西 我早就说过 林博士那种书呆子是靠不住的 就是 那靠你们 你们不一样也让他们给跑了吗 也罢 得出绝招了 嗯 我现在就帮你俩增强功力 我已将尊者赐予我的万劫灵力输入到了你们体内 去吧 无论如何要将斗魂位抓回来 是 是 老板 都散开搜 他们跑不远 应该就在附近 给我仔细搜 是啊 是啊 这帮傻伙还真是难缠 这 你忍着点 这 怎么办呀 这是 公子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疗伤 疗伤 你我是鸳鸯斗魂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所以 刚才你动真情抱着我 就能帮我恢复少量的元气 是吗 那你 你好点了我就放心了 公子 这样下去 你的元气 会大受损伤 茗玉 别说话 我元气多的是 小声点 你们干啥呢 这可是老子的地盘 喂 那个谁 看不看见一对狗男女 男女就男女 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狗字 你是在嘲笑我单身狗吗 住手啊 在那儿 走开 别发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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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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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喂 燕家妹子 我们一人搜一边 省得说我跟你抢功了 人家哪敢跟鬼哥抢啊 人家一切都听哥哥的 公子 您放我下来 不行 他们要追上来了 张公子 小心 小两口这么恩爱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别乱来啊 我发起飙来 连我自己都害怕呢 还有 明月寒冰剑的厉害 你可是领教过的 哎呀 这么说来 我可是这位小美女的手下败将了 你觉得 这要是说出去 我还有脸混吗 小心 你 暗夜灵力就是不一样了 直向的就乖乖就犯 可恶 如果不是我受伤了 你这个毛贼 哪里是我的对手 这就是俗话说的 趁你病 要你命 陈公子 我来对付他 我来对付他 接招吧 月剑 受了这么重的伤 居然还强行突破 窦魂结线 增加魅力 这样死得够快 你有一下 你 你 你的 你 你 你 冰冰 没事吧 郑公子 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不要怪我 你自己逃吧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会就压你不管的 伤上加伤 现在就算我不出手 你也熬不过明天 我和你拼了 郑公子 就你 也配 郑公子 对付你 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快 你这个砸碎 找死 郑公子 你 明月 你还是关心下自己吧 什么情况 终极的魂魏 不可能啊 最厉害的毒魂魏 起码也要毒魂 苏醒一年以上 才会使毒魂升级 可他却在短短的两天角 鬼影电光拳 没吸收外也能变身 公子 明月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突然这样了 公子 你之前获得的印码 都可以随心所欲进行使用了 太酷了 别高兴太早 看我一击必杀 看你的分身多 还是我的拳头硬 看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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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船好像自顿都弄痛了 可恶 鬼歌 人呢 跑了 跑了 派越凌智地对付不了 谁 追 明月 你还好吗 他们说的没错 我是熬不过今晚了 不 不会的 明月 不要啊明月 斗魂 对了 我们是鸳鸯斗魂啊 怎么可能 难道传说是真的 什么传说 传说鸳鸯斗魂只要交融 就能化蝶重生 交融 公子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这个 这个 公子 你想哪儿去了 我说的是斗魂的交融 斗魂 怎么交 这些是什么 这是千年前流传的玄月玲珑舞 只要你我顺利完成这五步 就能让我恢复伤势 好 我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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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混蛋 来 伯航 怎么了 不要过来 喂 你上哪儿啊 我来了 你快醒醒啊 你 住手啊 美人 美人你醒醒 快住手 我的屁股 开花 我 我 你醒了 这是 我怎么了 哦 刚才你被妖女的妖气击晕 是我冒险把你救了出来 妖女 对了 说好的抓人 为什么连我们一起攻击 而且还乱伤无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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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笨蛋眼神不好使 那么大个人都瞄不准 误伤 绝对的误伤 误伤 的确是误伤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现在需要休息 别动 我送你去医院检查 那 张山峰呢 她被那个妖女给带走了 那个妖女抓她干嘛 就算了 你什么事 我手没的人 就算了 你快乐 我你按ustering 那天 你 有 就是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地方真是奇妙啊 慢着 只要有任何物体靠近这个空间 都会触发一次灵力攻击 并且地狱猎犬会逐渐苏醒 老板 这就是灵兽的绝密武器 没错 传说上古有两大开天灵兽 灵阙和灵龙 它就是其中的灵阙 哇 灵阙 这灵兽灵力充沛 谁能拥有它 那简直是如虎天意 哇 恭喜老大 贺喜老大 我现在正在用暗夜灵力将它驯化 一旦驯化成功 它就能为我所有 张公子 呃 张公子 闭嘴 他是在叫我 张公子 不是红月 没问题 他是谁 这是哪儿 哦 是他救了我们 不然我就被你掐死了 别紧张 我也是斗魂卫后裔 我潜伏在都市中 根据我的调查 晴天集团表面上是一家考古公司 可背地里却组织杀手谋杀斗魂位后裔 哦 秦天公司 不就是小曼他们公司吗 为什么要杀我们 晴天集团肯定和上古的暗夜罗刹教有关 暗夜罗刹教 暗夜罗刹教 是由灵氏尊者的新副组成 他们一边在寻找解封灵氏尊者的玄黄之力 另一边在猎杀上古斗魂位的后裔 哦 难怪他们要利用我来抓你 可惜 我沉睡太久 体内斗魂有异化 无法正常发工 否则 斗魂能恢复吗 也不是没有办法 快说 什么办法 只有找到传说中的上古神兽灵雀 才可以修复明月体内受污染的斗魂 神兽 灵雀 快把它找来啊 去去去去 站着说话不要等 神兽哪那么容易找到 那 那要怎么办 未必还真像游戏里那样打怪闯关吧 也差不多 你们看 根据我的调查和数据分析 晴天集团 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古提弓上面 用不了多久 灵雀就会被完全驯化 这么重要的宝贝一定要看守好 别被人偷了去 嗯 这里布置了天国地方 只要有人敢来 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老板就是英明 什么都想好了 这和神兽有毛线关系啊 我电脑热力能显示 这里面有巨大的灵力一处 这世上 除了神兽 没有谁能发出那么大的灵力了 嗯 不管是不是 也要想办法 把它弄来 救明月 去的话 肯定很危险的 只要能救你 再大的危险 也要试一试 要当心罗刹教的陷阱 哎 明月 你还是留在这儿 运功恢复斗魂战力 这次救我和胖子去 就可以了 裘孝天不是那么好对方 硬闯不行 我们得智取 胖子 你说的智取 原来就是钻下水道啊 你先别瞎扔扎 这下边好臭啊 嗯 嗯 真丑 胖子 你不会是带错路了吧 这明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下水道嘛 是死路 我说啊 你那套过时了 不管用 全都坦白 是 这不科学啊 学着点 点学 这枪有蹊跷 咱把这枪推倒来说 嗯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这是地宫边的永道 地宫中心应该在里面 到了这种地方 你得小心点啊 哇 你说这些雕像是什么潮台 别乱摸 小心机关 我就看看其他什么 你还是我带进来的呢 还指挥我 这种永道 机关很多的 小心 我的个人哪 这些永道 我都说是大人 都是墓主人 用来防盗墓贼的 所以处处机关 不要乱动 你怎么知道 哼 我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 了解一些机关术和古墓的结构 有小子 看不出来吗 你靠罗盘定位找墓悬的位置 是很厉害 可我对墓悬里的机关很了解 所以 进到里面你得挺武的 不然 不然怎么样 不然玩玩 好吧 你是大人 现在怎么进去呢 你也小心点 别等一下又出现什么机关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别瞎说 会有办法的 这事儿 喂喂喂喂 什么情况 这 我来试试 这是怎么回事 好大的影响 看来这晴天集团 的确不简单 小心 我们要找个东西 应该就在里面 我们走 小心点啊 你又救了我一命 上偏嘴 快进去 抓稳了啊 哇看 我果然猜的没错吧 就这东西 还神兽呢 你懂个啥 瓶子里面的才是神兽 哦 我知道了 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 是吧 瓶子里面 会出现怪兽 还能实现三个冤枉 是吧 少歪歪了 我也想办法 把它拿下来 糟糕 快跑 快跑 你不是说你选过 古墓机关的吗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科本上没这个呀 完了完了 早知道会这样 今天应该先看好火力 再出门的 你说 放大 赶紧想办法呀 东西还没弄走呢 就完成了 我来试试 这些狗狗箭越打越厉害 这是灵界的东西 不行 必须找到他们的弱点 神经警部 拿东西 好嘞 啊 赵 少人不绝 前三连西北开天 昆六段西南八地 对上缺西风双则 迅下段 东南无风 什么意思啊 是打开赵子的密码 密码就在那儿 他们又来了 你去失眠吧 我来牵着他们 本少爷是没人的忙活 不好 张公子有危险 这么多数字 笔码是多少啊 一把开始看到的口诀 再说一遍 前三连西北开天 前华 是三层相联系的地方 八卦方位 在西北方 战口天的符号 开天匹立 天天主为一 宣传队西南八地 宣伐 是三横中间 端为六个小段 八卦方位 在西南方 代表地的符号 万物生长于地 归于地 天天主为八 屁股邪门了 对上去西方双泽 对卦 是三横上 一横缺个口 八卦方位在正西方 代表泽的符号 西天数为二 射下段东南无风 射挂 这三横下一横断开 八卦方位 在东南方 代表疯的符号 西天数为五 一马是 一八二五 糟糕 灵力不稳定 好险啊 还摆什么造型啊 快撤 狗人闯入地宫 鬼影 你留在这里护法 燕燃 去看看 是 是 快撤 快 抓稳了 神神后 你快点 咱们到了地面就安全了 我们 地面 你刚减肥了 我快支撑不住了 射不得当心 玄火霹雳 胖子 快带小姑娘离开 别吓着她 好 小丫头呢 小心 不好 暗机有毒 两位哥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 暗剑伤人 算什么好汉 好汉 人家本来是女孩子嘛 小心 幻影追魂 一开 胖子 你没事吧 走 别管我 放弃队友 不是我张山峰的风格 真是一堆好机友 那就成全你们 杀 张公子别急 我来了 可恶 此地不宜久留 万一九孝天来了 咱们就很难脱身了 公子快撤 可恶 一群废物 你已经用纯阳火力将体内的毒气驱散 不碍事了 我的天哪 刚刚真是太危险了 幸亏明月来了 公子 给你 拿到这东西可真不容易 难道里面真的是神兽 哎呀 打开了不就知道了吗 嗯 快打开啊 这是上古神兽中的灵雀 灵雀 灵雀 明月 刚好配对 刚好配对 但也如此 灵雀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灵雀 别怕 可不得让他跑了 追 等等 小心 你可不得 茗玉的伤就靠你了 你可臭鸟 我把你从地宫里救出来 你还恩将仇报 我看你肖炸 公子 快松手 不 那是就你唯一的希望 我不会让他走的 他可是神兽 如果真惹弄他 后果不堪设想 还不了那么多了 真弄了 快跑 我看你肖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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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玥 回来 很危险的 坏了坏了 他又干嘛 灵鹊是带电的呀 别怕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会没命的 快放开 不要怕 就差一点点了 你们快离开这儿 是灵鹊 难道他是想帮我吗 还真是 还真是 不会被电吧 他这姿势是要咱们坐上去 快 走 茗玥 走 茗玥 你别走啊 让他走吧 有的事情是强求不得的 可你的斗魂 没事 总会有办法的 可是 或许 或许我命里注定有此一切 茗玥 茗玥 不好 茗玥本来就斗魂受人 刚才为了救灵鹊 又这么一攻击 看来 是不行了 茗玥 茗玥 为什么 为什么呀 都是那只臭鸟 茗玥救了她的命 结果她就这么走了 都是我出的馊主意 如果不是我要大家去找什么破神兽 茗玥也不会这么快 什么 茗玥 先别说话 你不会有事的 凌鹊 可是凌鹊 凌鹊在救我 这下好了 宁愿 康子 我没想到 宁愿 好像没有什么事啊 这么神奇 看来灵雀认定了宁愿 是他的主人 太酷了 以后咱们又多了个帮手 依依 依依 爹地 依依 依依 爹地 老大 您还有个这么漂亮的闺女啊 这是我的干女儿依依 特地从国外回来帮我 依依可不一般啊 她可以感应斗魂魏的位置 斗魂魏 真的像爸爸说的那么坏吗 哎哟 大小姐 你是不知道啊 他们可是这世界上最坏的人了 依依 你感应到了 那快点帮爸爸 不 是帮人类去铲除这些坏人吗 跟上 跟上 是 最近 出现在本市的连环谋杀案已上升到几十起 这些遇害者的身上都有奇怪的本身 专家们也满眼解释杀手的动机 请大家都注意安全 特别是身上有纹身的使命 建议都将纹身洗掉 以防不测 啊 又有多魂魏被杀 大小姐 带我们来这里干嘛 这都能被他找到 不愧是老大的干女儿啊 别留下什么线索 我早有准备 我早有准备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魂魏 去保护他们 可茫茫人海 我们怎么找 这是他们的图魂计划 图魂计划 图魂计划 是青天集团 猎杀斗魂魏的一个代号 看来 他们加大了计划的力度 那怎么办 我察觉这个阴谋后 暗中联络了几个 斗魂魏后裔 他们现在 都处在斗魂初级阶段 战斗力不是很强 肯定不是 求孝天他们的对手 事不宜迟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们 行动 藏得够深啊 小狗狗快跑 最近发生的这几起凶事案 作案手法都十分残忍 至今凶手仍没有长大 所以请市民们 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随便外出走动 小姑娘 小姑娘 你没 不堪一击 不好意思 弄脏了大小姐的棒棒糖了 没事没事 一会儿姐姐再给你买个更大的 等等我们 我的大小姐 找死 喂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她也是不哄 喂 小姑娘 你没事吧 给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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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哇 现在的小萝莉 都这么没礼貌吗 这小女孩有点奇怪 哎呦 大小姐 你到底要上哪儿啊 跟上跟上 废话少说 可恶 又来晚了一步 雪都还是热的 他们才走不久 他们怎么突然找人 找得那么快了 一定是有通灵斗魂 当了叛徒 通灵斗魂 通灵斗魂 可以感应其他斗魂的藏身之处 之前我的族人 之所以把我放入古墓寒玉关 就是为了提防叛变的通灵斗魂 那也就是说 我们很快就会被找到 哼 那咱们 就和他们拼了 现在不是和他们硬拼的时候 那就在这里 看着他们乱杀无辜嘛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将我们的斗魂修炼到最高等级 才能铲除他们 可 哪里才是最好的地方呢 跟我走吧 依依 好好地干嘛走呢 依依不想再杀害无辜的人 无辜 你亲生父母将你抛弃的时候 有谁觉得你无辜了吗 我们都是被人欺骗 抛弃 你不觉得你正在变成这样的人吗 什么 我把你从街头捡来培养了你 不是让你来和我顶嘴的 他根本就不想帮我找父母 他只是在利用我 为他杀人 记住 是我养育了你 你要听我的 你更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达到目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是不会听你的 这可由不得你 放开我 我再也不会帮你们拉上无辜了 这可由不得你 感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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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是斗魂魏 是斗魂魏的气息 给我抓回来 是 是 你们 你们这些坏的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是上古神墓 我的族人为了不让我被追杀 将我封藏在这里 这个古墓既然能保护明月上千年 那肯定有神奇的力量守护着 让灵世尊者的爪牙找不到这里 我看这里也没什么特别啊 原来这里别有洞天啊 哇塞 这有蓝金石 不要 快把蓝金石放下 这些蓝金石 可以隔离我们斗魂发出的信号 让别人找不到我们 而这些神柱 就是守护这些蓝金石的 这些一定是盗墓贼探图宝石 结果被烧死了 看见石柱上神女的舞蹈了吗 我看见的是全身带火的神女 我看见的是全身散发着五彩光芒的神女 那就对了 不同属性的斗魂位 会在石柱上感应到不同神女的舞步 哇 这么神奇 这些舞步就是修炼斗魂的秘籍 大家尽快背诵于心 分头修炼 我感觉到灵世尊者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咱们要尽快 好 听见没 胖子 你可别光顾着看美女了 且 少来 徐晓曼女士 很遗憾地通知你 通过各项数据分析 各位专家推断 很可能是有癌细胞在你的体内扩散 医院建议你还是住院治疗 谢谢医生 我还是决定不住院 我想趁着还有时间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神父 你在哪里 魂世空灵斩 烈火燎原 明月寒冰剑 太好了 大家的战斗形态 已经可以收放自如了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累死我了 胖子 为了明天有精力修炼 电脑没收 别抢啊 对了 你这电脑在荒调野外 也能上网 那当然 别忘了 我可是网络高手 这电脑连接的 可是卫星无线讯号 你就吹吧你 你爱信不信 我睡了 行吧 你干嘛啊 你不爱我了 我就是偶尔来玩下游戏而已 那也不行 你必须每时每刻和我在一起 就不能有点单独空间吗 你忘了 你之前给我发的电子邮件里 是怎么保证的了 我 你可别想抵赖 你写给我那些肉麻的话 可都在我的邮箱里面 密码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小曼的生日 不会是我的生日吧 居然是我的生日 可他为什么还要和我分手呢 病情通知 小曼生不病 经过全身检查 体内有不明细胞扩散 初步诊断为爱 小曼 生日快乐 对不起 今天我来不了了 小曼 我给你买了好多礼物呢 小曼 你体内的不明细胞正在扩散 我们希望你尽快做入院检查 小曼 公司帮我安排了高级公寓 你帮我租的那个房子 你自己搬过去住吧 小曼 你是个傻瓜 山芳 老板呢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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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老板呢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吸收了万劫灵力 传说 万劫灵力 能给人强大的力量 但也能让人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谁和我作对 我就让谁万劫不复 这老头是人 这是我们抓来的斗魂位 让你们去抓斗魂位 结果就给我带来这么个老东西 来敷衍我 属下不敢 不过属下却是按照感应去抓的 就是他 老东西 说谁呢 老东西 老东西 说你 死到临头 还敢占我便宜 是隐身术 找死 停 老板 有个废物干嘛呀 废物 他如果没病 你们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 老人家请起 在我莫在眼面前别连这套假惺惺的 哪敢哪敢 只是我想和老人家做一笔交易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交易的 老人家看来已经病入膏肓 就算我不出手 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那又如何 我能治好你的病 你 为了表示我和您合作的诚意 我先帮你治疗 怎么样 我的灵力只能暂时缓解你的疼痛 要彻底治好你的病 必须等我炼成神功之后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给我去抓两个斗魂味 就这么简单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一言为定 到处找遍了 没见身份 昨天 你发现了什么不对吗 没有什么呀 对了 他用了我的电脑 这小子一定是去找小曼了 张公子有危险 喂 等等我呀 老板 张三丰 张三丰闯进来了 去吧 老头 看你的了 等你 是 沈丰 此时此刻 你一定在恨我们 可我 也是迫不得已 小曼 沈丰 你上哪儿了 那女人我没把你 小曼 我们已经 小曼 你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小七 什么人 别装神弄鬼 给我出来 不用多说 一定是裘孝天派来的了 山风你说什么 裘孝天可是我们的老板 是个屁老板 他就是个十足的王八蛋 骂得好 骂得妙 不过这个王八蛋能救我的命 所以得罪了 小曼 小心点 神风 你 这个时候 再给你解释 可恶 给我出来 小伙子 不错嘛 有两下子 你也不错哦 看着 糟糕 这老财猴太狡猴了 林导圣该到太大 无法辨别方位啊 让他们先窝里斗 我马上就可以出关了 可恶 怎么怎么找到这家伙呢 年轻轻的就要送命喽 神风 先别嘚瑟 你还不一定呢 就此一击 一定要将他打八下 现身 你也是斗魂位 可是 小曼 神风 我 我看了你的邮件 你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我不想连累你 哎呀 好一对痴情儿女 今天就送你们一起下黄泉 今天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们生害兴了 他已经没有了顶上能力 抓来就是了 没必要伤他性命了 滚开 博子 你还想不想治病了 你们这群混蛋 进鬼去吧 怎么突然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这是斗魂的爆发 看来那个女孩刺激了他体内的斗魂 让他瞬间产生了 魂爆 魂爆 什么呀 魂爆 是斗魂位里的一种罕见的能力 当斗魂位受到伤害的时候 会泄露颠倒 然后 形成比自己原来能力强大十几倍的攻击 俗称 魂爆 手叽叽歪歪了 去死吧 我终于突破第九层万劫灵力了 是老板 老板 这 这 快走 山峰 张山峰 这次你们跑不了了 行吧 老板 你怎么编程 他已经不是当初你的那个老板了 识相的就快点投降 呃 邱老板 这个人已经帮你抓到了 你答应我的事情可否兑现呢 好 好 马上就兑现 你 你 你这莫再言也太天真了 我们老板杀都魂位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救你 原来 原来 他开始救我 他开始救我 只是想利用我帮你拖住他们 嗯 这也算你死得明白了 小心 你 你 我害了你 你还帮我 我害了你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斗魂位 那又怎样 迟早都是一具尸体 哼 我倒要试试看 好 那就一起试试看 不知死活的家伙 小心 他会魂暴 魂暴 在我第九层万劫灵力面前 那就是个屁 小魂子 我来帮你 你 找死 山峰 老板 求求你 放过山峰吧 小魂 你还求他 他才是最大的魔头 我们都上当了 啊 糟糕 来晚了 小魂 危险 想死 我就送你一程 小魂 啊 这里好滚意 啊 小心 你没事吧 妖女 我帮你 你来 他能确实救我 不是 啊 好奇怪的感觉 感觉体内 有东西要爆炸了 小心 啊 好神奇 感觉周身有奇怪的力量在游走 啊 这是 紫罗流星伞 他也是的魂围 原来 你也是斗魂味 什么 你说我是 刚才是你体内斗魂爆发 太好了 斗魂终于觉醒 难道 在医院检查他根本就不是癌细胞 而是他们说的斗魂 我是斗魂 你怎么知道他进攻的方位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能预知他要攻击我 而且进攻方式都清楚 难道你体内的斗魂 是传说中的通灵斗魂 通灵斗魂 奇怪的老板 奇怪的野兽 这都发生了什么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没病了 那我又可以和山峰在一起了 嗯 那个 你和山峰 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 那一个 公子 山峰 上官明月 还有小曼 居然打死了我的地狱猎犬 哎呦 你们轻点 我自己会走 打稿还得看主人呢 这次你们死定了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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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截追魂锤 不堪一击 得先困住他 用兵臂急锋芒 左边再闪 现在出击 怎么可能 小曼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 小曼是通灵斗魂位 具有了预知防御的能力 可以提前预知对手攻击 哼 酷啊 一起干掉他 来 客户 别高兴得太早了 接招吧 地狱猎拳 上吧 一只猎拳就已经很难对付了 现在来那么多 小心左边 右边 好乱了 能欲知又如何 用狗海战术对付你 这样下去 人家都省得出手了 可恶 可恶 他们 他们太多了 我无法兼顾啊 还不投降 公子 用绝招 绝招 照样打得你们魂飞扩散 换劲 轻松 就这样 就这样 在满屈拦灵斧 根本火 绝招 灵斧 死听了 辞门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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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峰 我用分身拖住他 茗玉 你得小麦先走 没那么容易 山峰 你 快走 别怪我 山峰 宁宇 小麦 快走 我们不能全部会在这里 快走 跑了一个 我去追 算了 让林博士去 你们帮我看好他们 别出任何疏漏就可以了 是 属下明白 快追上 小麦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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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再跑就开枪 小麦 跟我回去 你早就知道 求肖天是个败类 你还为他卖命 求肖天能给我想要的一切 有什么不好 跟谁打工不是打工 可你不能好坏不分哪 别跟我说好坏 这世上有好坏吗 只要有地位 说句屁话都能成真理 没地位 说什么都是屁话 想不到 你是这样的人 小麦 你是我一手培养者 前途无量 听话 跟我回去 老板一定会原谅你的 少喝的废话 抓人 住手 谁 几个大蛮人欺负一个女人 算什么野蛮 怎么回事 这人看起来怎么能见过 可恶 活得不耐烦了 给我拿下 小心 双鱼佩 我也要 我也要 这是爸爸给我的 谁也不给 你是怎么当哥哥的 等等 等等我 什么意思 你 这是你的 给我拿来 这玉佩 怎么只有一半了 一半怎么了 你问那么多干嘛 真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想去救人吗 我帮你们 你肯帮我们 跟他去看看再说 给我老实点 进去 是一瓶街上碰到的人 他们一定也是被作为斗魂卫 抓起来的 他们抓那么多的斗魂卫 到底要干什么 这万劫灵力太阴毒了 现在咱们的斗魂都无法发工 喂 你们到底要怎样 怎样 中了老板的万劫灵力 短时间内你们都是一群废物 暂时留你们一条狗命吧 也是 老板要我们留着他们干嘛 老板的计划 岂是我们能猜得到的 终于快熬到头了 今晚玄月出现 也就是我灵世尊者重生之日 恭喜尊者 贺喜尊者 对了 那些斗魂卫都消灭干净了 属下刚关押了几个在地牢 什么 为什么留着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 我出关的最大位之数 就是斗魂卫吗 错过这次机会 我又得再等一百年 属下知道 只是属下自从得到万劫灵力第九层 就日思夜想第十层 也不能每心思紊乱 担心尊者不肯成全 才出此下策 还望尊者莫要怪罪 贪婪的人类啊 你会坏我大事 尊者放心 那几个斗魂卫都被我打成了残废 关押在大牢 只要尊者成全 我立马就去杀了他们 既然你这么想得到功力 那就给你 谁啊 我 林博士 你来干嘛 老板要我来提审犯人 好好好 带走好带走好 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山峰 山峰 林玥 林玥 你们 出去再说 是我们 小姑娘 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 我太虚弱了 走不了 会拖累你们的 你们走吧 走背你 窗这么大 从来没被背过 有的只是抛弃 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 沐儿 林博士 你居然敢坏我大事 你居然敢坏我大事 快点 前面就是出口 不好 什么东西 大家小心 灯心 林博士 林博士 我培养了你那么多年 为什么要背叛我 为什么 瞧小天 瞧小天 林博士 林博士 月光缠绕 神风 当心 你们快走 别管我 忍住啊 灯心 为何背叛 杰林力 灭 灯远 快放手 你会没命的 不 快走 别管我 可恶 一把刀就想对付我 山风 山风 你们这群无知的斗魂尾 现在我就给你们看看和我作对是什么下场 啊 雨霸 莫非她是 你是 是 弟弟 终于 又见到你了 你我失散后不久 有一天 求秀天出现了 他杀掉了很多斗魂尾 由于我生下来就没有斗魂 他没杀我 还给了我很多钱 很多钱 从那时起 终于有人赏识我了 我一不错 不不错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贪欲 我成为了 助助为欲的帮凶 我经常在梦里 梦到斗魂尾的一些冤魂来找我 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直到 遇见了你 我的亲弟弟 哥哥真羡慕你 我在附近路 希望你能原谅哥哥 哥哥 快走 哥哥 想走 没门 那边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们闯进来 老板 老板 不好了 张山峰他们逃跑了 他们跑不了 刚才我引他们进了生死之渊 没人能活着出去 哇 老板就是老板 卑鄙的天下无敌 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老板志勇双全 天下无敌 糟糕 光顾着对付他们 差点耽误我的大事 老板 怎么了 玄月马上就要出现 我得尽快助尊者解除封印 机不可施 可张山峰他们 他们进入生死之渊 就别想出来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你们得协助我做一件事 老板尽管放心 就算是赴唐蹈火 属下也在所不辞 嗯 这个是炼狱机关阵 我的暗夜神兮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你们两个只要凭借暗夜灵力控制好这个机关 再加上生死之渊的天险 别说斗魂魏 就算天界的神险也难逃罗王 是 老板 默默大 该你登场了 老板 这是 这个是炼狱机关控制台 是靠控制他人的黑暗之力 获得动力 进行猎杀 将我的暗夜神兮 它可以让整个机关控制台 进行空间隐形 你们马上进入生死院 将那些该死的窦魂魏 一网打尽 那 那什么时候可以停下呢 只有干掉目标人 机关才能停下 那也就是说 必须张山峰他们死 我们才能 没错 不然你们将灵力耗尽而死 所以 这是一场 不是我死 就是他王的游戏 你们愿意吗 老板 老板 什么也别说了 如果当年不是老板把我从垃圾场救出 我鬼影早就饿死了 是啊 没有老板就没有耶然今天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真不愧是我的得力赶将 这次就全靠你们了 你们可别再 属下知道 这次绝不会失守 很好 这次能不能一统缔结 就看你们的表现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遵命 去吧 又到了这个帝国 不好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了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 大家小心 快躲开 张山峰 我们又见面了 他们人呢 我们得小心了 他们隐藏在上面的某个角落 快离开这里 大家小心 你怎么 机关控制台居然可以隐身 这样他们就没法发现我们 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大家别乱跑 赶紧防御 游小天 你只要使出万绝灵力 第十层的攻击力 将玄黄剑压制 我就可以破除封印了 别乱我 快走 快走 赶紧防御 再认识不到一天 大家居然这么帮我 金云 没感觉到现在这么温暖 不 我不能再连累大家 不 金云 这样就不再拖累你们了 再见了 都活 死亡 就剩下三个了 你怎么了 快点干掉他们 鬼哥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我 我们不可和他们久战 只有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我们必须牺牲一个 不然都得死 但为什么 是你 我不想你先死 这样 在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这比死 可怕多了 不 所以 我要先死 有你陪着我走最后一路 我值了 不 我不会让你死的 行风 快放手 不 跟紧我 不会让你有事的 明月 小闷 你的斗魂 我的斗魂感应到了 感应到了什么 他们应该就在上面 对 找到他们 击败他们 就可以破除这个机关 太好了 你们上去 我拖住他 可是 别可是了 只能这样 不然 都得死 明月 见 行吧 快 太好了 原来在这里 可恶 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野人 野人 我感应很强烈 我现在就用流星伞 追踪他们的方位 山峰 攻击伞的正下方 好 山峰小心 小闷 小闷 山峰 无影劈腿 无影劈腿 难道 难道 难道就要这么结束了吗 怎么回事 上古神兽灵雀的血液已经就位 就等玄月了 静月好奇怪 你们快看 你们快看 神兽灵雀 你们 你们 没错 我们都还活着 是这个山洞救了大家 当时 我和那在园 掉了山渊 以为生还无望 可从这个幽洞 射出一股强大的灵力 将我俩 吸入进洞 居然毫发无损 后来 一一也被吸了进来 包括后面的灵雀 小曼和你 都被这个灵雀牵引进来 所以 我觉得这个山洞的灵石和豆魂味大有关联 这 这是什么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就是灵雀之力 灵雀之力 就是和玄黄之力齐名的第一界最强力 怎么会在这里 当年灵石尊者来到地界 就是想夺取此力 谁知道被仙谷的魂位提前封印了 不好 你们看 求小天 神兽血液 再加上你的缓解灵力 在玄运异象之时 不但可以过出玄黄剑的风影大阵 还可以让玄黄剑服侍 成为一块废铁 开始吧 就看你的 我被封印在这个底宫这么多年 是时候能见天日了 求小天在启动荒衣 释放灵石尊者 使得零剑黑暗之力涌出 不行 必须马上阻止它 看来 只能靠它了 看我的 别乱来 灵鹫之力 不是随便能靠近的 灵鹫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情况 是我们的鸣鸣度魂 再感应灵鹫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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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吸收就吸收嘛 干嘛还手牵手呢 嘿嘿嘿嘿 你不用吃醋 牵个手而已 你还是有机会的 嘿嘿嘿 嘿嘿 谁知错 公子 我们正被灵鹫之力在亲密 应该是去阻止求孝天 以防蜂命被破除 小八 你们坚持住 等我去解决了他们 马上回来 好 不好 子龙流星仔 不 哈哈哈哈 一千年了 一千年了 再过半个时辰 我就可以出来了 恭喜尊者 从此人类将永远陷入炼狱之中 哈哈哈哈 白日做梦去吧 嗯 斗魂魏 你们 嗯 怎么还有斗魂魏 哈哈 恭喜你答对了 害怕了吧 求孝天 尊者不用担心 既知漏网之余 属下这就去干掉他们 你 啊 冤阳斗魂阵 魂魏 斗魂魏 斗魂魏 哈哈哈哈 灵鹫之力又没乃我喝 魂 分身君 哼 就只有这点能耐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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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不伏 剑棺材不掉泪 真不知道你们干嘛来送死 以为有了灵鹫之力就能阻止我吗 你起来啊 灵鹫 你可不能有事啊 山峰 山峰 起来啊 小满 小满 原谅我 我救不了大家 没事的山峰 你已经尽力了 我们都尽力了 洞口被堵死了 只能找密道逃生了 哪有密道呢 怎么把他给忘了 有救了 什么 那里 你都尽力了 你都固我 我保护不了大家 你真没有 你不是等魂魏了吗 你不是想保护大家吗 你不是想保护大家吗 可现在 现在连自己的朋友都保护不了 你真没有 茗玉 小曼 对不起 不 茗玉 小曼 你可真严 还没死 死在我万劫灵力第十城的问题之下 你可一点也不亏 山峰 茗玉 茗玉 来得正好 无非再多几具尸体而已 都被全部到齐了 很好 子龙 刘星子 崩 万劫追魂杀 不要啊 你们快走 茗玉 小曼 是 这是什么 中了我的万劫灵力 居然还能站起来 等等 是求我饶了你吗 求饶 只是拜托你能不能用最大的能力来顾忌啊 这样的很累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想死成全你 怎么可能 预知防御 我知道了 张山峰的斗魂升级了 现在 他的斗魂几乎可以复制任何他所看到的攻击防御技能 刚才我们在战斗的时候 他就过目不忘把大家的能力复制了 山峰 挺住啊 干掉他 那又怎样 就算你们全来 也休想打败我 死魔 我流星蓝 赵 现在就干掉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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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不要啊 什么 我的能力居然在威胁 你在吸收我的灵力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你就不怕灵力膨胀爆炸而死 现在 你害怕了吗 什么 我要投鬼于尽 好命来吧 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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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不行了 很leich 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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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月印象 正是打开结界的最佳时机 请教师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神风 张神风 你别睡了好吗 快醒来啊 你可不能这么吓我 张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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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神风啊 公子 公子 让我来吧 他还有气息 或许还有救 音音 快告诉我 神风到底怎么了 他 我 我试试吧 嗯 音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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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 四十千里 五十环路 三十二十大 五十二十大 five十个 等魂威 人类 这些年博被封禁的痛苦 要加倍地让你们也尝尝 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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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公子 我 我 我没事了 公子 你没事了 多亏了依依 依依 我已经封住了她身体各个先天元气的穴位 她暂时处于婚礼状态 只是 就算她日后醒来 也已经不会有任何斗魂战力了 糟糕 你们看 她在干嘛 她要撕开结界 召唤灵界大军入侵这里 不行 不行 必须马上阻止她 神风 现在只能看你的了 你的斗魂影涅槃重生 复制能力更强大了 没错 我们受了重伤走不了了 你把我们斗魂能力学去 不收费的 便宜你嫂子了 快看 小子 仔细看喽 可别眨眼 兄弟 接下来可全靠你了 好 看我的吧 公子 我和你一起对付她 神风 等等我 居然还恼我 不管你是不是人 快给我住手 真是无知者无为啊 你知道是跟谁在说话吗 小心 怎么回事 这次我居然无法预知她的攻击 她的力量太过强大了 也很难预知她的攻击 我居然无法预知她的攻击 严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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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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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相机 操稍逆 严重相机 进链上 猶费 对 对 滚 tik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可能 他居然复制了灵氏尊者的绝招 什么 别高兴太走了 你们这些蜀辈知道什么叫灵氏尊者了吧 就是不死不灭的象征 没人能杀得了我 他就是灵氏尊者 灵界的统领不死不灭 只有 只有玄黄之剑是吗 可惜了 玄黄一出 暮煞将诛 玄黄剑 他能对付那个家伙 可惜 没事 看我的 什么人这样的海运功 把灵力好进 哼 就算是我死了 也不能让 那家伙的计划得逞 既然这样 把老头子也扩出去了 可惡 豆魂魏简直就是个笑话 箭是玄黄之箭 找死 灵箭 灵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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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苏果灵箭大军通过节节 进入地铁 即使打败灵师尊者也没用 所以 所以 他需要我们 灵箭小角 灵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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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黄一出 杀将冲 不 不 可恶 我等待了千年的计划 居然 居然被你这个矛头小子给毁了 去死吧 是 光灵斩 公子 居然 明月快走 不要 明月 不 公子 明月 公子 明月 明月 我一定会找到你 明月 明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